考試院組織 首先我要謝謝在座的各位委員 同意出任這次考試委員提名審監小組委員 擔負起重要責任 今年 8 月底 第 12 屆考試委員的任期就將屆 所以依據憲法徵修條文 以及剛修正完的考試院組織法規定 在 5 月以前我們必須要提名新一屆的考試委員 然後執勤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考試委員的職責包括為國家公平舉財 健全文官體制的運作 提升文官專業能力的素養等等 可以說政府的競爭力需要仰賴文官 而文官的競爭力很大的一部分 需要仰賴考試委員來把關 尤其如何在新的時空背景之下 讓考試院順利換屆發揮職權功能 也確保院際之間的順暢合作 這些都是關鍵的課題 新一屆的考試委員 雖然人數任期有所調整 但憲法所賦予的職權沒有變動 所以仍然需要大家推薦適當的候選人 我很期待各位提名審見小組委員 為國家貢獻專業經驗和智慧 透過公正客觀的審見作業 找出最合適的考試委員的人選 也期盼提名的人選 將來可以順利獲得立法院的同意 而這次提名審見作業 將在今天的會議會積極展開 我要再次謝謝大家 在網路之中一不容辭的投入 祝一切的順利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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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